近日,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,偶遇到了杨阳拍戏,对方透露是近距离拍摄,画面中杨阳穿着蓝白校服,整个人洋溢着青春的感觉,仿佛让人回到了高中时期。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,杨阳所在的位置是一个破旧的楼顶,她穿着蓝色校服套装,内搭白色短袖,脚踩小白鞋,宛如在校的高中生。 杨阳低着头,手放在栏杆上,把书包放在了地上,可见这段戏杨阳的心情看上去并不好。 或许是剧情的需要,杨阳戴的是假发,却丝毫没有违和感,杨阳五官线条清晰,鼻梁高顶,侧颜帅到令人窒息。 期间杨阳正在和工作人员讲话,旁边还站了一位同学,三人应该是在讨论剧情。 紧接着,杨阳走到了台阶上,一个人啃起了玉米。 有网友调侃,一个不喜欢吃玉米的人,看到杨阳吃玉米后,突然就想吃玉米了,可见杨阳的魅力有多大,吃什么都香。 杨阳吃玉米的时候还有甩尖的动作,画面是十分的搞笑。 有人调侃,杨阳饰演的是校霸宋燕吧,给人一种小混混的感觉。 不过这么帅气的混混,估计是很少见吧。 从网友晒出的路透照来看,杨阳的脸色有些偏黑。 由此可见,高中时期的宋燕是一个很叛逆的人,这场戏估计是逃课了。 拍摄结束之后,杨阳手上拿着一个小风扇,助理立马帮忙撑伞。 只见浙江的天气还是非常热的,岁月在杨阳的脸上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 这状态哪里像一个30岁的人,说她20岁都不为过。 除了校服路透外,松燕逃课还被老师给抓到了,杨阳的表情则是满脸的不屑,把叛逆高中时演绎得淋漓尽致。 小编想说,杨阳旁边的女老师也是非常的漂亮,气质十分突出。 有网友称,杨阳这假发好合适,瞬间让人有想去购买的欲望。 据悉,杨阳正在拍摄新剧《我的人间烟火》,该剧由杨阳、王楚然、魏大勋等人主演。 杨阳在剧中出演一位消防员,她和女主角在学生时代就相识,后来因为家庭原因被迫分开,多年后两人再次走到了一起。 事实上,杨阳已经不是第一次演《学生》了,当初在电影《左二》中,杨阳就出演了高中生许毅。 粉丝看到杨阳再次穿蓝白校服后,让人再次梦回许毅。 杨阳不但没有变,反而更加帅气了不少,脸上没有了奶气,增添了几分成熟。 大家对于杨阳的高中生造型有何看法呢? 好了,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,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、留言。